请问老法师 我们居士帮助往生者助孽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行 能不能奔应过 有居士问 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但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 很奇怪啊 不知道在哪里 他会想应 这第一个问题 你帮助别人助孽 帮助他往生 对自己决定是书胜公正 是好事情 这个事情肯定是好事情 他的卧阴卧国绝对不会跑到你身上 没有这个道理 你能帮助人往生吗 大慈菩萨讲 真正能帮助两个人往生的都比自己修行精进 佛说这些话就是努力我们 一定要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第一竖胜 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帮助他 祝念帮他往生 他往生就成佛了 你帮一个人去做佛 这还得了啊 你肯定喜欢常常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灵命中世就有许多人帮助我们 我们不肯帮助别人 嫌弃别人 到自己灵命中世 没有人帮你做佛 第二叫夜莹果报 这位问题 请问 这是刚才说的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在哪里 经上讲得很清楚吧 在我们这个世界西方 过十万亿佛国度吗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我还能说另外一个地方吗 如今所遇 可是人家怀疑了 西方 我们在地球往西面走 走又走回来了 这怎么办呢 佛经里面讲的西方 娑婆世界的西方 什么叫娑婆世界呢 释迦摩尼佛的暴徒 是这个大千世界的西方 可见不是地球的西方 是大千世界的西方 大千世界太大了 过去我们想的 大千世界可能是银河系 如果以银河系的西方来说呢 确实 释迦摩尼佛的一万两千年 那个西方没有改变 它移动的角度 不大 方向还是很真确的 所以它不是讲我们地球 是讲释迦摩尼佛的大世界 那么黄念族老巨师说 这个银河系设计上是个单位世界 那这个问题大了 那释迦摩尼佛暴徒多少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是个大千世界 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么大的星系 今天科学家没发现 再让科学再进步 慢慢的来探讨 看看在宇宙之间 能不能看得到 不过在我想很难看到 为什么呢 我们用什么样这个仪器 也只能在三度空间 不能超越空间为此 这样说来 还是不能断出你的疑惑 不要紧 不管它在哪里 我们有个信号 这个信号跟阿弥陀佛沟通 这个航向的指导 这个信号就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我们念这句佛号 就像死地打电报一样 那天它电报就通了 我们这个航线是通的 不管在哪一边 这个航线决定通 决定没问题 老师念佛 喉寒到灵命中时 哎呀 你要不要去辨别方向 阿弥陀佛来接你吧 不需要认识路吧 他们来接我 我要认识路干什么 我在美国住十几年 哪一条路我都不认识 为什么到哪里去都有同修来接我吧 所以不需要认识路吧 决定有 决定要有信心 佛临终来接你 我才会接你 不需要认识路 他才会吸引我的 往那儿 你会听到那种 他终于想给我 变成了 当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